提魂环顾了一下四周 说道 主人 这是 我们如今 是在一处未知的 仙府秘境当中 暂时还算安稳 我打算在此闭关一段时间 若是能在修为上 再有所增进 面对仙公的追捕啊 也可以多几分 保命的手段 提魂点点头说道 嗯 我们此番大闹金元仙公 还杀了仙主 如今只怕 已经传遍仙域了 天庭不管出于各种考虑 都不会善罢甘休 之后派出之人中 肯定不罚齐摩子 这般的大罗存在 留在此处 的确最为稳妥 主人 你大可以放心闭关 提魂 自会为你护法 韩丽抬手指着 远处高空中 夹在云团当中的 一道若有若无的裂痕 说道 那 这仙府秘境的入口 就在那儿 四周不有仙府原有的禁止 你只需要着重留意那边 倒不用时时都守在那儿 好 我就守在前面那边的广场 一边修炼 一边护法 韩丽忽然注意到 提魂身上的变化 神情微微一变 说道 说起来 你身上的气息似乎 也增长了不少啊 主人慧眼 自打之前转醒之后 我自己体内 有一缕 若有若无的法则之力 在不断修复 和增长中 只是与之伴随着的 是一种始终难以满足的饥饿感 饥饿感 提魂 思索片刻说道 我也说不清楚 就是总觉得腹内有些空法 倒是之前吞噬了不少鬼物之后 还稍稍好转了一些 日后若是再遇上鬼道修饰 大可再试试看 好 我去前面那座大殿闭关了 其余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说吧 两个人穿过花圃 来到了前殿 提魂净直去了广场中央的 那座日鬼旁 韩西坐了下来 韩丽呢 则转身走入大殿当中 殿内沉涉如故 除了那架 遮蔽通往五彩火池洞口的屏风 就只剩下了那三块白玉铺团 韩丽来到正中那个铺团上 盘西坐了下来 静静调息片刻之后 他双目一睁 手腕一转之下 取出那只羊枝玉镜瓶 从中倒出一枚金色丹药 抛到了口中 丹药入腹 一股浓郁的法则之力 立刻从韩丽的腹中 蕴化开来 先是弥漫丹田 即而开始朝着他的四肢百骸中 流淌而去 韩丽双目微闭 心神一脸 连忙运转起大五行幻视觉功法 引导着这股时间法造之力 朝着他体内特定的翘雪中 汇集而去 片刻之后 他眉头微微一簇 睁开了双眼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只见呢 其身下的白玉铺团上 一圈圈 环形纹路如同水波一样 亮起一层层金色的光晕 从其身下缓缓地样荡开来 紧接着 另外两个空着的铺团上 也随之荡漾起金光来 整个大殿之中 都好似浇上了一层金色的水叶 荡漾起阵阵金光涟漪 韩丽身处其中啊 只觉得周围 被一股特别的时间 法则波动包裹 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 难以言喻的 奇特境地当中 他心中一喜 盲一脸心神 双手掐动法觉 重新运转起 大五行幻视觉来 只见随着 其功法运转而起 周身之外的 五团金光浮现而出 围绕着他周身 旋转不定 却正是真言宝文 光阴静平 东以神木 等五种时间法则 巨线之物 这五种法则 巨线之物上 一千六百余团道文 纷纷闪动 从中传来的 阵阵强大至极的 时间法则之力波动啊 令人心计不已 在真言宝伦等 巨线之物浮现出之后 笼罩在整个金殿中的 所有金光 开始如花瓣一样 一片接着一片 飞舞收拢 将韩力包围其中 最终化成一个 硕大的金色花包 韩力感受到 丝丝缕缕 汇入体内的 时间法则之力 心中顿时感觉到 无比的惊喜 他心知啊 这处秘境之中 必定还有隐藏的秘密 只不过 如今修炼之事 最为紧要 一切都只有 等他出关之后 再说了 时间一晃 过去两百余年 掀抚秘境中 那片白玉广场上 一名黑衣少女 盘膝坐在那座 日轨旁边 双目望着 远方那处 虚空裂隙 目光微沉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在少女的肩头上 还盘坐着 一个银色小人 其身高 接近五寸 浑身 笼罩着银色的火焰 只有头顶上方 树立着七道 颜色各异的彩色火焰 看起来 倒像是生了一头 七彩火霸 少女正是提滚 而坐在他肩头的小家伙 则正是 已经出了关的 惊炎火鸟 在彻底练化了 那些七彩火丹沙之后 这火鸟化成人形时 身高 明显增长了许多 头上更是生出了 那七缕辨识度 极高的七彩火焰 与少女面向远方 虚空练习不同 银艳小人正好和他相反 面向这后方那座金色大殿 搭了两条纤细的小腿 晃晃悠悠的 显得有些闷闷不乐 疑魂察觉到 惊炎火鸟的情绪 笑着问他 小晶晶 你也在盼着主人 赶紧出关吧 后者重重地点了点头 头上的七彩火苗 随之突兀地跳动了几下 提魂知道 这个家伙呀 是急于让韩丽看看 他吞食吸收了七彩火丹沙之后的威力 虽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前些日子 他刚出关时 浑身银艳裹挟着 屡屡七彩的火焰 从身上腾腾外放 差点啊就压制不住 将整个秘境中的林木烧毁 好在提魂及时出手控制 这才避免了火焰蔓延到建筑这边 只是前方原本的林木已经尽数被烧毁 就连半截白玉广场也已经变成焦黑之色 就在这时候 整个广场忽然呢 剧烈的一阵 连带着整个秘境都开始摇晃起来 提魂目光一脸 身形骤然跃起 飞入到高空之中 惊炎火鸟在半空中啊 竟好似被吓了一跳 一个猎劫 差点从提魂的尖头掉落 提魂飞入高空中之后 俯身下望 就见笼罩在秘境边缘的灰色雾气啊 正在剧烈地翻滚着 竟隐隐有了后退之势 而随着灰色雾气的倒退 整座仙府秘境的面积 却在一点点的扩大 提魂喃喃自语地说道 自大月初开始 已经是第三次了 像眼前这样的景象啊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只是每一次雾气的翻滚力度 似乎都有所加强 而四周露出的地域面积呢 竟也是越来越大 约莫十数席之后 地面的震动彻底消失了 四周的灰雾 也渐渐地停止了翻滚 提魂望向韩力闭关的金色大殿 眼中隐隐有些担忧之色 早在八十年之前 韩力就已经突破到太乙境后期 当时还引起了秘境中 一番不小的天地异象 只是不知为何 那个时候他并没有选择出关 而是继续闭关 一直啊 到了现在 夜里 金色大殿光芒流逸 一朵半透明的金色花苞 注立在大殿的中央 花苞之内啊 可以看到 韩力正盘膝而坐 这浑身的皮肤 透亮如同美玉 看起来 激进透明 透过机表 甚至能够看到 内里淡金色的孤短 和清晰的经脉 脉管 在他的体表之上 一枚枚鲜翘上 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数量竟然有359处 韩力如今的修为啊 已经达到了太乙境的巅峰 在其身下 那三只白玉蒲团之上的 环形纹路 光团已经变得颇为暗淡 其上再也不再有 金光连衣荡漾而出 显然是 其中蕴含的时间法则之力啊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就在此时 韩力紧闭着双眼 忽然微微一颤 缓缓睁了开来 其双目之中啊 好似有十至金光涌出 兔芒三寸 他口中目的一张 一缕白色雾气 随之从其口中 缓缓地吐出 片刻之后 韩力神色烧定 缓缓地眨了眨眼睛 周身之外 所有的异象开始和雾矮 一般缓缓地消散 就连双目之中的金光啊 也随之消散不见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